網上有人上載車鏡片段拍攝到事發的經過 有2隻水牛追逐跑過馬路 衝上行人路撞向一群小學生 之後2隻水牛逃去 警方接報大嶼山南嶼南道近貝奧公共停車場 有2隻水牛追逐 撞到8歲女童及另一名男童 另有8名同樣8至9歲的學童閃避時跌倒 被撞的女童土部受傷 一度昏迷 其後恢復清醒 女童和2名閃避期間受傷的男童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 2名男童其後轉送馬嘉烈醫院治理 而其餘的7名學童在現場治理後無需送院